新型肺炎煞入香港 除了嚴重威脅健康 對於各個階層市民的影響 也陸續浮現 因為要上班 要照顧小朋友, 又要破文資 其實個人是心心疲累 連睡覺、發霧都在搶口罩 只剩下這兩個口罩… 如果沒有口罩, 我就不上街 結果我們覺得很無奈 因疫情持續 教育局公佈所有中小學停貨 落至到2月17日 其後停貨日期一家在家 昨天公佈 全港學校不早於3月16日復貨 學校停貨, 保母車停洗 不過車費就要交到足 陳先生就讀小學的女兒 停貨沒有車搭 但是校車承辦商 繼續要各位家長付錢 還大約900多元, 有什麼用? 旅遊法公司如何回覆你們? 那些車費就會變成行政費 還有一些司機都要清潔車廂 結果我們覺得很無奈 900元用來做行政費?清潔費? 有點慘了, 如果不交怎麼辦? 家長就在這裡傳頂 究竟交不交, 需要不需要交 但是打電話給校車公司時 他就說2月份必須要交 如果不交的話, 3月就會沒有車搭 山長水月沒有車搭 這麼大件事? 陳先生再次打到校巴承辦商 就得到這樣的回覆 我想問一下, 有關於2月份的校車費 現在是怎樣安排的? 我想問一下 稍後會有E-mail 但是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2月份都要交車費? 其實要 但是其實除了你之外 也有其他家長問 需不需要交車費這件事 或者留意我們公佈 或者E-mail 校方就說校巴公司回覆他們說 根據合約條款 學生每年需付10個半月車費 即是2月份仍需繳交存費 如果教育局宣佈停貨 而取消校車服務 而校方又有安排補貨 他們是可以順便安排校車服務的 校方也強調現證積極協商 但是現時還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車費要照交, 校巴公司有錢收 不過不少校巴司機都十分傍頌 校車全部停了 對, 我們現在出來清潔車 停了多久? 停了…我想過年前至今 對, 一些事情都沒得做 都擔心的… 公司又沒有收入 我們又坐在這裡, 都挺慘的 錢是少的, 家裡有腦有亂的市民 突然失去幫忙 你說怎麼辦? 就算好了 在2月3日, 菲律賓政府宣佈禁止 國民入境中、港、澳 不少菲傭都被迫滯留機場 或者不能回到香港 很多僱主都大失預算 我知道當時很突然 而且覺得現在的情況很差 姐姐在2月2日 她應該乘搭下午機 她上午已經在機場 她看到第一批人離開 很順利 直到現在時 突然間告訴她不能離開 我說不如留在機場附近的酒店一晚 我再想辦法 那一晚 我弟弟幫我買了一套機票 就由馬尼拉去台北 然後又經過台北轉飛香港 想著這樣就可以入境 但誰知道入香港境 只要你拿著菲律賓護照 你都不能夠入境 額外再付的錢 那3千多元 3千5百多元 我們又沒有了 我沒有人可以幫到我 原本黃小姐是在職人士 家裡80多歲的媽媽 平時是由工人姐姐主力照顧 但是現在她歸期未定 照顧媽媽的全部功夫 唯有自己一腳踢 平時這房間 是否都是婆婆和工人姐姐一起睡 對, 媽媽就睡這裡 工人姐姐就睡這裡 這裡整個是她自己擺的東西 但是因為現在工人姐姐不在 所以我就變成要睡在這裡 方便我要晚上照顧她 所以晚上她有時起幾次新的時候 我就要幫忙 所以其實晚上我都不能夠睡得好 平時是我和工人會和她一起洗澡 或者做一些事情 但是現在全部都是我做 而我是無料期地不知道 現在我要等多久 那現在你就沒有上班了 要在家照顧媽媽了 生活上會不會覺得很大壓力 或者很困難 因為我媽媽, 她的尾龍骨收縮 鎖了十多分鐘, 她就要睡一會兒 但是睡在床內就不行 她又要出發泥 令我都會覺得很吃力 所以我也不能夠離開家裡很久 所以別人排隊 就算樓下告訴我 又排隊可以買口罩 要排兩個小時後 我也沒有這種能力 工人在這裡做了七年有多 突然回不來 除了踢了腳, 婆婆還很想念她 媽媽想跟妳說 Hello, 媽媽 Hello Hello Hello, 妹妹 你好嗎 她問妳好嗎 好 我還回家 其實都不給我回家 為甚麼 很煩 你現在怎麼樣 在那邊 哦, 這裡 我不知道 還有, 政府的公司還沒有離開 所以我希望回到香港 婆婆很喜歡我 你多不多朋友都是這樣 好像你這樣, 無法回來 是呀, 很多朋友在這裡 我一樣 你們有沒有很擔心 很擔心, 現在我沒有錢了 你有沒有考慮過 可能是老人院的選擇 第一, 如果你這麼闖絕的時候 你送她去老人院 我不相信會有位 第二, 媽媽其實是完全清醒的 她沒有問題 她不能夠接受老人院 完全完全不理她 如果要她全日地躺在那裡的時候 我就不出了 我好像令到她萬聖自殺一樣 雖然香港政府再提出因應情況 延長愛融合約有效期 最多延長至今年的5月31日 但是對於很多僱主來說 都是沒有幫助 我本身正在用一個工人姐姐 是懸弱的 2月22日就會離開 買一塊機票給她 我們之前也請了一個新的菲律賓姐姐 菲律賓姐姐原定 會在2月尾24至26日這段時間 就會來香港 但是菲律賓就突然煞停了 我也是上班 我先生也是上班 我的兩歲小朋友就沒有人照顧 我現在就很徬徨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那當刻知道她真的來不了 你有甚麼對策她做了 第一個對策方向就是 我嘗試去挽留現在這個姐姐 幫我多留幾天 半年前我們已經談過續約的問題 我亦說加她的薪金 可能加到現在4,600多 加到她5,000多 其實她也不留 第二個對策 我可能要找獄嬰院、托醫所 我可能要排隊,也不知道要排隊多久 就算現在轉請印容 也要等幾個月 加上防疫物資供應緊張 令她再添煩憂 因為要上班 又要照顧小朋友,又要破物資 其實個人是身心疲累的 連睡覺、發夢都在搶口罩 其實是誰造成的呢 我相信全香港市民都知道 在疫情之下 不少人沒有口罩就不敢外出 但有些人簡直是有家出不得 鳳鳴是視障人士,靠縱緩過活 又沒錢又看不到 要跟人家搶一個口罩 真是難過登天 只剩下這兩個口罩 只剩下這兩個口罩 沒有口罩我就不去外出 沒想過去買口罩 口罩一個難求,四百元一盒 是 沒有口罩用,唯有用完再用 是,同用的 我用超渡藥水倒進手裡 洗我的口罩兩邊洗了之後 然後就放進我的膠袋裡 放好,明天再用 專家說過 這樣做是會更破壞口罩的防護能力 他現在兩個口罩已經發黃 還起黑點 但他根本沒有能力再去買 很難去買,誰帶我去 沒有義工,買了只有四千元 我還要用多久? 用一個月 一個月只有四千八百多元 如果要用四百多元買口罩 是沒可能的 沒可能的 鳳凌說 萬一口罩難得沒得再重用 就唯有 我用毛巾、用布 我遮住口罩、遮住臉就行了 怎樣做? 毛巾就遮住口罩 先頂住? 先頂住 其實視障人士需要的 除了是口罩 更加需要消毒搓手液 因為其實視障人士 有時外出、外出 其實他們有時 都要靠捉我其他物件去應勞 譬如欄杆、扶手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還有按鈴鐺的鈴鐺 這些地方可能藏了病菌、病毒 所以搓手液 也是相對他們來說 較為方便的用品 我們香港失明人協助會 也想在這裡呼籲一下 希望可以收集港大市民的口罩 和搓手液 因為這些對視障行來說 都是必須的 疫情之下 社會各個層面都大受影響 在這個艱難的時刻 唯有靠大家守望相助 走出疫境 接著 逢柒 你多看我 你多看我